女生有这四个表现 就是在暗示你可以和她谈恋爱 女生有这四个表现 百分之百都是对你有意思 其实啊 很多时候不是女生没有回应 而是你没有接受到人家的暗示 女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她们或多或少都会矜持 就算是她们喜欢你 也不可能一上来就跟你说 哎呀我看上你了 快点来追我吧 所以呢 今天我给兄弟们总结了一下 女生暗示你可以和她谈恋爱的几个信号 下次遇到你就赶紧发起进攻 不要白白错过这个机会 第一个 经常主动找你聊天 这样的女生呢 就算是尬聊 她也会愿意跟你聊很久 在话题都快要被终结的时候呢 她还会假装不经意的 去延伸更多的话题 这就说明这个女生 她是对你感兴趣的 她想要跟你进一步发展 因为她想要更了解你 所以她才会有事没事 就创造一些跟你交流的机会 比如说女生经常问 哎你在干嘛呀 你吃饭了吗 哪怕你只是回了一个在吃饭 她也能巴拉巴拉跟你聊一堆 聊完之后她会跟你分享 她觉得好吃的东西 但是兄弟们 如果你仗着女生对你很热情 你就肆无忌惮了 还是只会用一文一答的方式 回复女生 那等女生的热情冷却了 你就很难有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了 第二个 开始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朋友圈 如果一个女生 她原本很少发动态 可是在认识你之后呢 却更新得越来越频繁了 尤其是自拍 这说明是说明她想吸引你的注意力 当一个女生 她突然改了一个风格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她遇到喜欢的人了 女生不断地分享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并不是因为她闲着没事 她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看到 旁敲侧击地暗示你 我现在很需要你来陪我聊天 如果你给她点赞或者评论了 你就会发现她会经常地秒回你 在这个聊天都是轮回的年代 她却能够秒回你的评论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她对你的好感度吗 第三个 经常给你分享一些日常 甚至还有些关于自己的糗事 女生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人是很少说话的 但是如果她总是给你讲述她自己的经历 传递自己的心情 那就说明你在她的心里面有着很高的地位 她毫不掩饰对你的需要 在你的面前会表现得很脆弱 换个角度来看 女生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激起你的保护欲 打个比方 她可能会说 哎呀 今天一不小心把外卖撒到身上了 我新买的裙子好痛心啊 又或者呢 今天跟闺蜜聊天 一不小心把消息发到工作群里面了 好尴尬呀 这种笨笨的妹子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你很想去保护她呢 最后一个点 经常关注你的动向 如果一个女生她经常地问你 晚上想吃什么呀 周末想去哪里玩呀 放假有什么计划呀 不用怀疑 她就是在暗示你 本姑娘看上你了 你怎么还不快点来追我呀 还不带我出去约会 你不要总是没有自信 她又不是你的妈妈 如果她不是喜欢你的话 怎么可能没事有事就关心你 假如她不喜欢你 她就根本不会关心你 你喜欢吃什么等一下要去干什么 跟她有什么关心 OK 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我相信我很多钢铁直男兄弟啊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错过女生的暗示呢 评论区分享一下